我們來講一下高鴻安 來 高鴻安的前男友 現在到底有他們在一起 這我真的不知道 好啦 男友 前男友也好 聽說沒分啊 有分嗎 聽說沒分 沒有分啊 高鴻安的男友還在一起 他就要問 他問你們覺得很急 前男友也好 男友也好 在今天下午可能會出庭吧 會出庭 因為他的證實 一定是高鴻安有利 因為他曾經一度被列被告 你說關不關鍵 我覺得還好 因為在檢安官的時候 是這樣子講 反正他都是講 對高鴻安有利的嘛 對 高鴻安的辯護律師 一定會要他出庭嗎 為什麼 他會講我是自願嘛 那時候不是有出起來的事情嗎 對不對 有那個薪水的事情嗎 我自願的啊 所以就沒有邪魄的問題啊 沒有沒有這些事情啊 可是關鍵不是他 關鍵是其他五個被告 關鍵是法官 法官 當然是法官 關鍵當然是法官 關鍵是小兔的講法啦 主持人真的太不專業了 法官聽到陳煥宇 前主任嘛 不是小兔喔 前主任說 高鴻安 老闆 高鴻安要我把這個手機 那沒錯啊 就是這五個證人很重要 這五個被告最重要 不只刪除 銷毀手機 不是他說把口機弄壞 對 連弄壞 潑咖啡但是主機 現在連手機都要把它弄壞 法官聽到這一個事情 在法庭上聽到陳煥宇這樣 滅政 高鴻安的律師要怎麼反駁 如果高鴻安的律師 不能把它反駁掉 讓法官相信說 陳煥宇這個作證 這個證是惡意的 是無效的 法官會容易往證人那邊偏 我來講一下陳煥宇今天作證的時候說了什麼 那陳家 陳東煥說是法官是關鍵 我覺得他是關鍵 陳煥宇當然他是關鍵 來 陳煥宇今天上午作證的時候說什麼 檢察官提示陳煥宇偵查期間的一段公訴指出 高鴻安助理費的事件第一次被媒體披露 他和高鴻安助理黃林慧三人當天就在新竹香山的一間套訪 一起討論此事 串政 對不對 然後高鴻安跟他們說 不要擔心 不要對話發言 他會幫他們和高惠文找到好的律師 而且只是陳煥宇向黃惠文轉達什麼呢 要求重點來了 在這裡 要求他要刪除手機對話內容 但高也擔心通訊軟體有可能會被檢掉還原 他有點概念 希望能夠設法銷毀手機 不是只有刪除 最好把手機給銷毀 高鴻安也當面要求黃林慧刪除電腦記錄 而且還問銷毀電腦的可能性 還要把電腦也銷毀 銷毀電腦 陳煥宇承認這段公辭是他所言 沒有不是 這是關鍵嗎 滅證嘛 這是很強而有力的污點證人 滅證 對啊 然後我在想高鴻安律師該怎麼辦 我要怎麼推翻這種證詞 我要問一下 這已經到串供滅證 為什麼高鴻安不用押 所以高鴻安一直罵北檢 真的是不厚道 北檢對他很好 一般來講 一般來講 一般來講是要押 不要說立法委員 屬於有各級民意代表 只要出現這種情況 老闆只是說 助理你把這東西刪掉 被檢調掌握 一律羈押 對啊 要押的 各縣市議員都一樣 只要有這種串證滅證的情況 一律押 北檢對高鴻安已經非常好 高鴻安不斷地批評北檢 真的是不厚道 我直接講白話文 為什麼那時候北檢不押 還沒投票啦 那現在投完啊 可以押了吧 這個已經起訴了 我也不能押你 起訴就是法官決定了 對啊 法官那邊 起訴我也不能押你了 法官的邏輯是這樣 我證人的證詞都鞏固好了 也沒有再串的問題了 當時要串的已經串完了 後來不會再串了 所以就沒有再要強制處分 邏輯大概是這樣 但是我要延續剛才東豪哥講 所以現在起訴就不能押了 沒有 應該是起訴之後 法官可以決定要不要押了 除非 除非在審理期間 你還去勾串證人 對 被法官掌握了 那你覺得審理期間 他沒有勾串證人嗎 沒有證據 後面沒有 其他的證據浮現 這都是偵查中的時候 所以這個這個情況 我認為兩個關鍵證人 一個是陳煥宇 一個就是小兔主任 小兔主任我們之前討論過了 陳煥宇為什麼關鍵 大家有沒有印象 陳煥宇是待高宏安立委 到選市長那段期間 他還在裡面任勞任怨 到後來檢調進去裡面 搜索的時候 陳煥宇還出來開門 還關門被拍到 所以他是從頭到尾 挺到底的辦公室主任 他都講出這樣的話 代表說你如果說 前面我跟小兔不好 小路離職了 跟高宏安不好 他講話可能有偏頗 陳煥宇總沒有把他挺到最後 他到最後高宏安去選市長 他挺他選市長 還去開門讓檢調進來搜索 沒辦法 因為檢調都帶著搜索票來 然後到最後他才說 他到檢察官面前才說 好吧 那我都如實陳述 我把事實都講完 講完之後 我要這樣講 設身處地 我們當律師當酒 我如果當辯護人 班高宏安辯護 這一段大概沒救了 沒救了 因為他在偵查中講的話 到今天審判中 在法庭上 在法官的面前再講一遍 他要我去 他在勾竄的過程裡面 叫我到哪裡去 時間地點都有 後面跟我說 手機要刪除 要銷毀 這個都偵查中講了 法官面前再講一次 法官新政怎麼想 打擾